中秋節準備來到為了要讓學習的朋友可以讀過一個溫暖團圓的中秋節 法工公立會南區分會適合早在在家議身份埋基盤在慶頂手上愛心的活動 法公立內金還有物資給270號的學生家庭 在現場也配合基盤技術還有選擇和言頂頂的活動 家議市長民會是請主告中參加 同時提讚感謝 法工公立會南區分會選在中秋節來到進展 第七次來到港議七幾萬組成華東 在早上的高點半 修正的家庭 六色來到學長 法工2天 日前來拍照後 參加到大家 領主到雷金和民生物資 配合到議制 發行選擇的案 讓現場充滿到溫暇氣氛 同意祈祝民會特別告知會上感謝政 感謝主宣黨委的誠心 點亮 六色家庭的希望 就是我們今天 華公公道會在嘉義城隍廟前廣場 辦中秋活動的社區關懷的活動 要結合到我們嘉義城隍廟裡面 華公的慈善單位 還跟我們分堂 各分堂 散走一起做回來辦這個活動 可以讓大家接受一點溫暖 謝謝大家 今年已經是華公公道會邁入的第七年 那總共有270位的我們嘉義市的鄉心 能夠受到協助 我想在疫情過程當中 經濟衝擊大 生活也衝擊大 民生更大 所以在這個時刻 尤其中秋佳節來了 他能夠結合各界的物資 一起來協助我們嘉義市的鄉心 敏慧代表所有的市民 真的滿滿的感謝 也非常的感動 鄉鳳廟在這裡落黨市長 親心帶領我們的黨感受做回來 我想愛的力量 善的力量 這就是我們無論是佛教界 或者我們任何的宗教 大家都是秉持著這樣的悲天憫人的情懷 所以我們要鼓勵大家 我們不用擔心 因為面對了所有困難 有大家的愛與力量共同來協助 我們一定能夠度過所有的難關 借這個機會 再一次謝謝華光功德會所有的志工夥伴 所有的力量的支持 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中秋佳節快樂 社團歡迎 中國 政府中 華光功德會 南庫軍會 各鄉市政府中 台鄉鄧和協辦的黨委 特別算在中秋節要來到進行 既然這場中秋三愛心的活動 共同關懷照顧嘉義市的実施家庭 會合到華光麗金和民生物資 和嘉義市270 讓他們実施家庭 希望透過這個生心意義 多動更多的社會團體和生心認識 共同相義 關懷照顧嘉義 西新新聞 丁甯孫翔先生 同期七彩虹報道 再講吃喝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 我們要再講 回家 我們要再講 往後再考慮一下 我們要再談一下 我們要來看看 我們可以奪行到 我們要來看看